去年代表提出的881件建议中 880件已经完成办理答复 其中答复解决采纳的530件 正在解决的63件 计划解决的113件 留作参考的174件 代表提出的关于道路隔离带反光标示设置 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解决医院滞留患儿问题等一批建议 得到落实和推进 对本届以来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组织回头干 重点督办正在解决和计划解决的建议 目前已有245件建议的办理结果 有了新的进展 并向有关代表做了报告 多后 上升